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跟大家講一宗奇情的案件 我叫案件 有一個人已經74歲 他退休了 住在英國已經42年 但內政部竟然告訴他 其實你不是英國公民 甚至你是不可以居留 所以你現在申請一個 根據Settlement Route 要申請一個10年下期的Visa 即是你住10年 還要給NHS的附加費 IHS 才可以取得永久性居留權 甚至不是British citizenship 但他在這麼多年 40多年在英國 又有交稅、有工作 又跟本地人結婚 又生為小朋友 他甚至因為英勇 去捉賊 拿到警方的家許狀 亦曾經做過陪審員 即是離奇 為何他超過40年的人生 在英國 做了這麼多這些事情 一直住得好地地 為何現在才發現 他不是英國公民 甚至沒有永久居留權 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宗奇情案件 當然這帶出來一個信息 就是 似乎在英國 有時都會發生這些烏弄事 所謂 不知為何 HOME OFFICE 會對於一些人的居留權 搞得不太清 不太楚 這可以給大家一個啟示 大家 最後聽完這宗案件 或這件事情的細節之後 可以聊聊天 大家最後聊聊天 究竟各位香港人 來到英國居住 如果大家想永居和入籍的時候 怎樣可以保障自己 不會發生這些烏弄事 有時不是你的錯 可能HOME OFFICE搞錯了 搞亂事 都不出奇 怎樣保障大家的利益 令到你不會這麼容易 因為有些人擺了烏弄 或者出了問題 一些紀錄混亂 令到你可能沒有居留權 這次跟大家 大家在最後聊聊這個話題 可以此前說廣告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請你按訂閱的鈴鐺 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 除了自己訂閱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今次這個故事的主人翁 就是74歲已經退休的男士 叫Nelson 他是來自加納的一個加納人 他在英國已經住了40多年 但是現在HOME OFFICE告訴你 你要等多10年才可以在這裡永居 甚至不是入籍 他就說 他一直這麼多年 都以為自己已經是British 以為自己是英國人 他什麼時候發現不是的 就是2019年 為什麼呢? 其實他這麼多年在英國 他沒有離開過 自從他英國居住之後 沒有離開過 因為他說他自己覺得 在英國心很好 他也沒有必要出國 事實上很多英國人 都是一輩子沒有離開過英國 所以他們不需要申請護照 而這個Nelson 就是因為2019年的時候 他媽媽過了生 所以他就要去奔喪 所以他就要出國了 因為他媽媽不是住英國的 於是他打算申請英國的護照 但是發現內政部 HOME OFFICE告訴他 你根本上不是British 你何來會有個申請護照呢? 從而揭發了 你連永居的資格都沒有 麻煩你現在根據Settlement Route的規定 你住10年 還有還要交IHS 才可以用NHS的服務 但是我懷疑他這麼多年 是不是都已經用過很多NHS的服務 這件事令到他覺得很震驚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呢? 傳媒報導這個事件之後 當然他也有找過HOME OFFICE 傳媒有問過 但HOME OFFICE是拒絕評論這個案件 因為這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因為這個主人勇Nelson 他的律師幫他把政府告上法庭 要求伸張正義 我們順時間次序講起 1977年的時候 這位Nelson 他現在退休了 但是他那時 就是來到英國 打算讀Accountance 讀會計 那時候拿的是一個學生簽證 但是簽證都容許他工作的 變成了他可以工作 打工 支援他的生活費 我估計是這樣 所以他的學生簽證都容許他工作的 但是後來他本身在加納的家人 因為出了財政廠外的問題 變成了不能再給他錢讀書 於是他唯有自己找工作 包括去麵包廠、餅廠、朱古力廠 去工作 而他做過那麼多工作 雇主都要檢查清楚 他有沒有權在這裏工作 從來都沒有任何雇主質疑過 他有沒有權在這裏工作 但是當然我們要這樣說 這些並不是公營的部門 不是政府部門 他們給你工作 可能他們都搞不清楚 但是至少就是 不同的僱主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人覺得 他在這裏居留 或做事是有問題的 至少在普通其他人眼中 沒有人懷疑過他 所以這裏似乎是令到他更加從來都不會懷疑 這是第一步 之後他就跟一個英國的女士結婚 之後就開了自己的一個商業 就是news agent 一般來說就是小店 你可以賣一些報紙 賣一些日常東西 飲飲食食 零食、飲飲 好像雜貨店 這個就是他賴以維生的工作 後來就變成了開了一間小店 之後他就再跟另一個英國女人結婚 即是離婚 應該是之前那段的婚姻 之後就再娶過另一個 都是British woman 都是英國的女人 然後就生了兩個兒子 一個叫Jacob 一個叫Aaron 他就說 我自己盡力去教好我小朋友 令到他們不需要鑄米蟲 不需要靠社會 事實上 那兩個兒子都很生的 他說他們都是努力學習 找一份好工 還有就是靠自己維持自己的生計 其實他想說的意思就是 我沒有去到靠英國政府 或者英國社會 不是做豬米蟲 不是很多人走來英國 就想賴死不走 然後就拿福利 不是這樣的 而他兩個兒子 一個就是做research scientist 即是科學研究那些 另外一個就是public relations executive 即是做一些PR方面的工作 至少叫做支援自己的生活 支援自己的生活 亦都不需要拿什麼政府資助 那些 他就說他從來沒有想過離開英國 還有他覺得都沒有需要 他覺得這裏已經是他家 而且他中間做過很多事情 譬如說他有買房子 當然就會有on keep on keep 但沒有人有question他 居留的資格 那些 因為這裏如果你要做on keep 借錢那些 他會擔心你借錢之後走路 或者是原來你沒有在這裏居留 所以你還不到錢 那當然不是要永居才可以借錢 很多香港人在這裏做on keep 他們沒有永居 都可以做on keep 那大前提當然就是 你至少是合法居留 你不是永居 你都有一個居留身份 你的Visa有效的 你是有一個限期大 都至少是可以居留的 通常做on keep 或者借錢 都會問這些問題 問你是按一個什麼immigration status 他就說 我做on keep 都沒有人問我任何事情 所以就更加加深了他 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居留身份 當然有些人會很懷疑 你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居留身份 但他就是這樣說 他不知道自己的居留身份 似乎他應該這樣說 他assume自己沒有問題 當然當中他又打工 他又開店 所以他一定是有交稅 而稅局都一直沒有錯他任何事情 他說他有pay tax 他有交稅 完全沒有問題 他好像剛才所說 他甚至是做過陪審員 另外在2007年 警察頒獎狀給他 說他英勇 去捉賊賊 所以他就有警方頒獎狀給他 公營部門都認識他對社會的貢獻 包括做陪審員 亦都是捉賊 不只是普通人 覺得他 連其他人都覺得他 根本上是一份子 是英國社會的一份子 沒有人懷疑過他的身份 沒有人懷疑過他的居留權利 但去到2019年 就像剛才所說 他要奔喪 申請護照 然後他就說 他不是British 不單止是這樣 Home Office就說 He had no right to be in the UK 他沒有權逗留在英國 所以Home Office的工作人員就跟他說 你現在是一個10年 你可以申請這個10年期的 Settlement Route 因為其實 有些外來人 據我所知 他們在英國是要用10年時間才可以永居 有一個這樣的路徑 香港人最熟的當然是5年 所以是5加1 但也有另外一些Route 這個就是其中一條 然後他要花10年才可以 而且是從發現的時候來計算 即是說他到了80多歲 才可以拿到永居的身份 但他明明已經住了40多年 你現在跟我說我沒有永居身份 我還要花10年才可以在英國永居 而且這裏 只有10年期的Settlement Route 已經要花他申請費 那樣東西是7000磅 就像你申請Visa一樣 你要付錢 而且還要這樣 因為你不是永居 所以NHS你不可以免費用 跟各位香港人5加1的情況一樣 在5年期間 你要付HIS 一個sertcharge 總共10年期要成10500磅 他才可以在英國用到NHS 這聽起來又有些荒謬 我會懷疑他會不會四十幾年來 如果他在英國都沒有看過NHS的GP服務呢 或者他沒有去拿個藥 用一個標準價錢去藥房拿藥呢 即是說他可能已經用了很多NHS的服務 而現在才被人發現原來你從來都不應該免費用 請你給IHS 是不是這樣呢 尤其他從來都不是 他自己執藥來吃 即是買一些成藥 他從來沒有看過醫生 我有些疑問 說你有沒有幾年 有沒有可能完全沒有 用過NHS服務呢 但至少現在政府沒有說 他前市 過去40年逐年和他計算 但未來10年 請你給這個數 他就說我怎樣給啊 即是萬多磅 當然啦 給不給得起 或者他的兒子會不會幫忙去支援他 錢是一個問題 但最主要就是要10年 要耗費多10年 他不知道10年之後死了沒有 坦白說 因為已經七十幾歲了 他對於這件事是很猶疑 而且他真的曾經生過癌症 現在已經在康復緊了 所以他可不可以看了10年之後 他拿到永居那一刻 還沒說過入籍 這個當然是他覺得很荒謬 他說 I took my life My whole self Into this country 我將我整個人生 我自己都擺在這個國家 這個地方那裏 不過有些事情他自己也有部份責任的 例如 兩年前他就是 打算 好啦 我申請延期的居留 填表 但很壞不壞他又填錯表 他說他自己填了一張不對的方法 因為網上填表 可能不知道他不熟 還是怎樣 於是呢 他就由2023年開始 才正式重新計了10年 之前有兩年填了份表 都浪費氣 虛度了兩年 又不計 於是呢 計回一條數 他要去到84歲 才可以拿到英國的永居權利 他就說 I just thought it was a joke It's just ridiculous 這個是他的兒子說的 簡直是笑話 簡直是ridiculous 而 因為這樣 所以現在這位 Nelson呢 他就有律師的協助 就把這個home office 帶上法庭 要去告home office 而這個案子 因為律師費用 要打上法庭 所以呢 所以呢 這位Nelson呢 他的兩個兒子 現在就上司了中籌 就是去籌款回來 幫他們的父親 去打官司 希望呢 就是把他當作一個exception 一個例外的狀況 因為呢 他英國已經這麼多年了 而且呢 他也對社區有貢獻 又捉賊 又做過 這個jure 即是做過陪審員 那 他是對社區有貢獻 亦都住了這麼久 會不會再作一個例外情況呢 這個呢 就是他們的說法 而是home office的回應呢 就是說 因為呢 在active legal proceedings 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呢 他們就inappropriate to comment 就可以暫時 沒有回應到這個 這個個案呢 就暫時講到這裡 但事實上 這些類型的 一些 住了很多年 但然後呢 身份存疑的個案呢 有很多的 譬如說 有一個 可能大家都聽過這個名字 Mo Farah 或者Mo Farah 我聽過有不同的讀法 這個是英國一個場跑好手 拿過好像七年奧運的金牌 還有呢 就是世界賽 歐洲錦標賽 全部都拿過冠軍 可以說是英國一個 很出名很出名 家傳戶妖的場跑好手 但是呢 他去年 在這個documentary裡面 一個紀錄片裡面 公開講 其實他自己 當日是年輕人的時候 八歲九歲 來到英國 但是用了另外一個小朋友的名字 用了別人的身份 來到英國 然後呢 開展新生活 後來呢 就是得到他的老師 中學老師協助 才申請這個 英國的國籍 那些 然後呢 就做了英國人 但是呢 其實他這個 原則上是 可以這樣說 就是Mo Farah 根據那個紀錄片裡面 旅遊律師也有說 原則上呢 英國政府有權 瘋奪了他 拿走了他的英國居留權 以及國籍身份 又是會有些 搞了很多年 煮了很多年 都不清不楚 那個情況 Mo Farah 就年輕一點 他四十多歲 比這位Nelson 這次我們講的故事 主持人翁 年輕一點 最終呢 不知道是因為他 太過出名 還是怎樣 還是呢 因為呢 有個說法 就是因為他 其實那時候是年輕 十歲都沒有 所以他今上 沒有可能呢 是有意圖去參與 這個瞞騙英國政府 所以呢 所以 內政部都確認了 他們呢 不會採取行動 去針對Mo Farah 去拿走他的 英國公民身份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 這些例子 剛才現在只是講兩個例子 Mo Farah 這個案子都很傳奇 有機會 要跟大家開一集 講一下這個 其人其事 其情其安 講回Nelson 這個案子 這裏我覺得 至少有一件事 就是是不是一個 reasonable expectation 有一個合理的期望 就是他可以留在這裏 我相信他其中一個 會打的項目 是上對法庭 這個呢 另外就是 他沒有責任 他沒有錯 除了填錯表 但是那個是事後的 沒有交稅 總實所有事情 是有足夠的機會 是英國政府執法 但是都沒有執法 推他走 現在才來執法呢 其實會不會是已經太遲呢 這個可能都是另一個 可以arguer的一個位 講到這裏 就是乖Nelson 再接下去 當然就是講一下 這件事對香港來說 有沒有一個教訓 有沒有Lesson Learned 有沒有一個take away 如果大家看這案件 我坦白說 我相信 真的會同樣的發生 在各位香港人 來到英國的香港人 身上應該是 機會是很微乎其微的 首先就是 當年 1977年距離的時候 當然 那時甚至可能內政部 都沒有跌倒化 我估計可 我覺得文件的東西 是指筆手寫 打字機 所以有可能是真的會 叫做文件散失 文件不齊全 是有可能的 這個 今時今日 有電腦系統 理論上應該好一點 雖然我聽過很多人說 申請BNO簽證 等等的時候 都有很多混亂 資料錯了 或者有些人我聽過他們說 收過BRP那張卡的時候 上面那個 你是哪裏出生 都寫錯的 這些 明明報告的時候 報得很清楚 寫在香港 但他不知道寫在別的國家都可以 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是會發生的 但整體來說 你說 純粹從那個process 純粹從那個處理流程之中 容易發生這種 漏下40、20年 都不發覺的機會 會小一點 因為現在有電腦的幫手 應該現代化了好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實各位來到的時候 本來已經是拿了一個 兩年半 然後再續兩年半 或者五年的簽證 如果大家是BNO簽證 就算你是工作簽證 伴侶簽多 都有一個指定的年期 其實很清楚 而大家除了不小心脫期之外 也有的 有人試過 網上也見過 有人續期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 誤會了計算的時間 遲了去續個visa 所以就出了事了 要重新起期 重新起標 都有 但一般來說 大家都應該有個意識 就是 到期 如果你是2.5年的那種 BNO簽證 就要再續期 如果是5年的 臨到5年的時候 大家應該會準備 開始申請 正式 settlement 這個大家都會做 之後 再過多一年 我相信 各位香港人 都很有意識 一定會去 有些時間點 一些Mouse 大家一定會跟得足 去到這些里程碑的時間 我一定要盡快 做些什麼 準備些什麼 所以我相信 大家自己作為一個 簽證持有人 的角度來講 應該出事的機會 都不是很大 最重要是提醒自己 所以我想 如果真的第一個 是提醒自己 在日曆上 記錄下 10個記錄 在手機上 到什麼時候 我要做事 可以申請 可以入址申請 這個settlement 那樣東西 不要做漏 不要做錯 不要做遲 第一個 提醒大家 一定要在時間上 記得 幾少做事 那樣東西 第二當然就是 文件要保存得很好 就是說 到時候 你申請settlement 的時候 你都要提交文件 那樣 一定要看英國的生活 那些紀錄 完整 例如你住了多久 你的地址 你有地址的證明 你住過哪裡 另外就是 離境日數會影響到 你settlement 甚至之後 規範或者入籍 所以 這裡也是 大家要記錄下 什麼時候出境 什麼時候 自己計算好 任何的12個月 任何一年的rolling period 有沒有多出了 過多離開英國的時間 這些全部 大家做好記錄 我經常講一件事 即是考試都會講一件事 你幫那個考官 去給分你 幫你的考官去pass你 內政部的官員 很多事情做 那些home office的職員 所以你不要期望 他很仔細地幫你看 最理想就是 你將個case presented 完完整整的資料 很詳盡 應該有的是有 也都有重點 他知道了 他一看 他就很容易去pass 你是幫他處理他的事 你幫他去執行他的職務 你做了給他 有些是這樣的 這個 我也聽聞過 有些人 因為可能早上已經是 用工作簽證 現在可能已經在搞 或者已經搞了 那個永居 甚至入籍 他都說整理文件的時候 有些事情 也會找律師幫忙 通常會提醒他們 那些資料一定要整齊 一開始在英國定居 就麻煩你存齊的資料 一直保持著 建立你的記憶 變相 就是去到真的要申請的時候 很快拿出來 和一些東西齊整完整 令到那個case office很放心 批准 你可以在這裡永居 甚至是成為英國公民 第二點 大家永遠都是 做足了些事情 就不怕出了什麼問題 在你的層面做足了 就算發生真的 好像Nelson那些 那些事情 有些文件證明 責任不在我方 責任存在英方 這次真的是 是你的責任 你的東西不齊 這樣 這個當然 真是不幸運 很不幸運 進入法律程序的時候 你都可以證明到 其實你做足了所有的事情 有錯的是對方 所以對方要承擔錯誤的責任 這個 會幫到手的 就算不講話 要上到法庭 其實準備所有的資料 都會幫助到你的 這個也是可以令到 整個申請的時間 你可能不會拖拖拉拉 不會有back and forth 要問你拿什麼資料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提醒 大家可能知道這個事情 準備齊的資料 第三 就是如果真的有疑問 有些什麼問題的時候 記得你不清楚的時候 可以考慮 第一就是找HOME OFFICE去問清楚 當然來往的 詢問回答的過程 都留下了紀錄 我問了你 你回答了我 你官方回答了我的 我可以作為我自己的紀錄 一個參考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什麼事的時候 有得咬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做憑證 我也有聽過有些香港人很謹慎 which is right 譬如說 他當初申請BNO簽證的時候 填錯填樓那些東西 填錯填樓 可能很濕碎 譬如說你過去的旅遊歷史 他要填的 一份申請別一遍 會不會留了一些東西 填錯一些東西 第一時間 當你發現的時候 馬上就補回通知HOME OFFICE 通過官方他的渠道 打他熱線 或者書面 去問清楚他 我現在這樣補回 不要有一個藉口 因為大家可能都聽過 我一集可能會詳細說 申請英國的永居 入籍 也有很多要求 包括他品格要求 等等 這裡 你盡量總結 就減少 給個Case Office 有機會覺得 你的character 你不是good character 這件事 就是 build up 你的good character 的一個證據 我就算發現我有錯 我即時會更正 報稅也是一樣 我看過很多英國本地的傳媒報道 有一些不是香港人 他們來這裡居住 但又是因為 可能少少報稅報錯報留 其實是不影響的 可能只不過是 交流交少少少少錢的稅金 他即時已經補回 但影響到他們之後 那個永居和入籍的 有些人甚至被人即時要趕走 要是找律師幫忙 這樣 所以又是 如果大家發現有任何的 不清楚 或者是做錯少少東西的 無論是immigration方面 或者是稅務方面 或者其他任何東西方面 記得立即做回補救措施 立即嘗試去到 將問題更正 不要讓內政部有個理由 覺得你的品格不良好 最後一點 不是幫任何人買廣告 我自己都不認識 就是一些律師 通常會幫人做immigration 的律師 如果你真的有疑問 或者是比較複雜的 例如我在網上討論區 見過香港人說 譬如他申請BNO簽證 其中一個可能原因 就是他在香港曾經有刑事紀錄 所以他覺得他的案件 是複雜一點 與其說不如 就是找一個律師去 represent他 可能就是 幫他陳述事件 寫一封信 或者寫書面的 summary 說他的案件 為何要 grant visa 又或者是 他在英國定居期間 發生過一些事 令他覺得 會不會影響到 個case officer 的 decision 不如我又找律師 去幫我手 可以處理我申請名居 和入籍的申請 都可以考慮的 當然要花錢 還有就是找對方 這方面 港珠沒有特別介紹 我不喜歡做這些 介紹送人介紹費 然後就幫人買廣告 大家自己上網去找找 我相信 總會有幾個途徑找到 但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 如果你的case 是零細複雜些 或者你真的出過一些問題 你的過程之中 其實真的值得考慮 找這些專業人士 是拿回一些意見的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今集主人勇 他的不幸故事 我認為是不幸 因為住了超過40年 竟然都現在說 他不單止不是英籍 甚至是永居的權利都沒有 如果你想留下 可以重新來過10年 起標 重新計算 還要交很多錢 都幾慘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這個個案 有否意見 不妨在下面留言 分享下你的看法 今次談到這裏為止 多謝你的收看 和收聽記得comment like 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